再给大家教个作业 当时我是在垃圾桶边上捡了 人家扔了一个光盛杆子的 一个高度在十多厘米的发材树 你看就是手里的这个 现在长得好不好呢 已经枝繁叶茂 非常的犹豫了 栽培的方法也跟大家说了 无论我们在家庭中长的养的发材树 还是您去捡到的 想要养好很简单 比如说我养的发材树 它叶片严重脱落 只剩下杆子了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赶紧去把土脱掉 露出底部来 如果底部有烂根干根 全部修剪干净 一点也不要保留 哪怕底部的主干烂了 我们找个筷子的东西 比如刀直接切干净 露出里边新鲜的位置 一点腐烂的都要保留 然后呢在伤口上 涂抹上一些多菌磷 这个时候不要着急带众 您最好去把它晾 晾上多久呢 因为它非常粗的 你最少晾上三五天 一般晾上一周左右 都是可以的 晾的目的是让它的伤口自然愈合 形成愈伤组织 这么粗的树 您放在那一个月不浇水 它是不会死掉的 您去晾 不要建太强的光照 建点散光就行了 这样去晾上三五天 晾好了以后 您再去栽种 它就能够快速长根 但是发材树在家中 为什么养不好呢 就是因为我们买到的 大部分都是原土的 而且用很大的花盆 所以说我们去栽种的时候 再次栽种用小花盆 比如您的发材树 主干是十厘米 您可以用二十到三十厘米的花盆 用矮的 别用高的 而且要用偷其心好的土壤 什么土壤偷其心好呢 尽量的不要用原土 如果用辅业土的话 直接用辅业土 加点核沙 梅沙之类的颗粒 我们也可以去用红彩石 当颗粒 或者是去买营养土 加点颗粒进去 这样都是可以的 栽种上以后 浇透水放到建光的位置 下次盆土干到 我们去栽种的位置 也就是栽种的时候 一般都是一半左右 我们干到一半左右 及时的给它浇透水 直到它冒芽 开始长叶子 这样就能够让它快速长根 后期叶子长得枝繁叶茂了 我们等盆土干透 或者是干透以后再去过几天浇水 都不会出问题 前期把根洗养好 后期少浇水才不会出问题 用透气性好的土壤 多见光照 保证通风 营养的发财数 才不会出问题 这是一个作业 一个人家扔掉的 都以为死掉的 我拿回来把根全部剪掉 只剩下一个小杆子 插到土壤中就成活了 你可以去前面搜一下视频 这一点没有骗你 这就是长得非常好了 你看我这样去提着 它已经能够把花盆提起来了 我就不脱土看了 脱土看还要去重新缓苗 这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学会了 别忘了给小七点个赞 点关注再走